持续回落 全国500个县 集贸市场监测显示 猪肉价格连降11周 市场有哪些新变化 问生猪生产 如何避免肉价大起大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都还记忆犹新 去年开始进入下降通道的猪肉价格 在最近又出现了一个连续的下降 农业农村部对全国500个集贸市场 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 截至4月份的第一周 猪肉价格已经出现了连续11周的下降 那么接下来肉价会不会持续下降 哪些因素会影响到猪肉价格的变化 今天开评之前 咱们先到各地的市场上去看一看 北京新发地市场猪肉商户告诉记者 今年春节至今 猪肉价格呈现波动下行态势 猪肉价格近两个月一直在便宜下降了 猪肉也下降3块多钱 排骨平均的话就下降3、4块钱 3月份新发地市场 猪肉价格比较2月份下降11% 同比去年下降29% 据介绍 目前猪肉价格正处于下降区间 主要是生猪产能恢复 猪肉上市量明显增加 猪多了 那个供应量比较充足 然后现在的上升量比去年也多20% 在江西 近期记者走访了多家农贸市场 市场上的猪肉价格持续回落 3月底至今 价格降幅有所加大 据农业农村部对全国500个集贸市场监测 4月第一周猪肉平均价格每公斤40.70元 环比下跌4.3% 连续11周下跌 再看一下4月9号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 3月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8.4% 降幅扩大3.5个百分点 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数据 4月份第一个星期 猪肉的平均价格是每公斤40.70元 环比下跌了4.3% 连续11周下跌 和1月份第三周相比是下跌了13.5元 跌幅是24.9% 那我们也来问问王祖利 因为我们是农业农村部的生猪产业的预警专家 对价格是最为清楚的 目前的这样一个价格下降的幅度大不大 现在整体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首先应该说 这个价格的下降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我们知道 去年住宿供应最紧张的时候 最高价位是接近60块钱一公斤 那么实际上现在我们已经降到了40多一点 已经下降了接近20块钱一公斤 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下降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 那么我们跟这一轮价格下降之前 就是刚才您提到的 这个11周之前相比较 也下降了大概四分之一的这么一个水平 那么如果说按照现在这个价位来看的话 就是我们说能不能 说它已经回归到了一个正常的水平 实际上还不能这么说 对 我们跟往年的正常年景相比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对 跟正常年景相比较的话 因为我们大概看了一下过去的价格 因为这一轮疫情之前 我们大概统计了10年的价格 平均水平大概是24块钱一公斤 所以说现在这个40块钱一公斤 还是略微显了一点点的偏高 还有个40%的空间 对 还略微有一点点偏高 但是我们现在总的大的趋势是非常好的 因为我们的这个租价格总体上来说 现在是处在一个下行的通道里面 因为我们的这个市场的供应形式是在持续的好转的 所以只要这个价格持续的往下走 我觉得可能离大家这个猪肉制油的时间已经不是很久了 对 所以我们来说说这个猪肉价格 为什么悄然就进入这样一个下降通道 包括这11周来出现一个连跌 原因是什么 是供需双方都出现了什么样新的变化 我觉得实际上我们能够看到 第一个就是刚才讲的猪肉 它实际上虽然下降的比较多 但它是从高位下降 而且是一个相当高的高位下降 所以看到它的这个降幅是比较大的 那么主要的原因呢 我觉得还是因为这个保供比较得力 我们也都知道近两三年以来 实际上猪肉都呈现了一个就是相当高的这样的一个价位 那么之前呢可能长期来看是因为 比如说环保现产导致产业转型升级 因此呢造成了一些供应相对来说的收缩 那之后呢是这个非洲猪瘟 导致了我们看到有一轮这个猪价的上涨 那么去年呢又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不但使着养殖 而且是这个交通运输啊 整整之类的都受阻了 所以它价格上涨的是比较多的 所以我们实际上如果看上个月的CPI就会发现 就里面使得这个价格就是往下拉的因素 猪肉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 那么它在这里面呢下降了很多 实际上就是因为当猪肉价格太多了以后 我们都知道中国人都是比较喜欢这个食用猪肉的 所以政府实际上为了保民生 做了非常多的保供的工作 包括就是对养殖的这样的支持啊补贴啊 也有包括对于冻猪肉的这个发放啊 对 猪肉的发放 还有这个冻猪肉的进口啊等等都在做 那么因此我们就看到 它的这个猪肉价格就渐渐地就下降了 那么其中也夹在了一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在春节之前有一部分的这个养猪户啊 因为它一直都处在高位嘛 所以它就觉得它还将继续处于高位 所以当它开始有些下降的时候呢 有些人还是抱这种心态 它就压篮不出猪 因此到了春节之后 实际上会看到市场上有很多的大猪和肥猪出来 甚至据说有300斤的猪 就是因为压不住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突然一下爆发性的 就是说很多的这个肥猪入市 也使得它整体的价格被压低了 所以呢目前应该说这个价格里面 有正常保供的因素 也有一些超条的因素在里面 使了它几句的下降 那结合这些的因素分析啊 王祖立 我们来说说这个猪肉价格 经历了连续11周的下跌之后 可以说现在下降的趋势是很明确了吗 整个的这样一个价格是不是很稳定了 价格下行的趋势应该说是非常明确了 实际上这个价格下行 应该说是从去年的三季度开始 总体上是就处在一个下行的通道里面了 因为我们从工序的角度来看 这个猪肉市场的供应 实际上我们说这一轮非洲猪瘟疫情的影响 猪肉市场的供应是在去年的大概二季度前后 应该是处在一个相对的一个低点 但是三季度开始 因为我们前期的产能恢复 所带来的这个猪肉市场的供应 就已经开始增长了 所以只要市场供应量开始增长 那么价格总体上一定会处在一个下行的空间 而且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各方面的数据 生猪产能前期的恢复它是持续的 就是每个月环比一直在增长 所以实际上它也有预示了后期的猪价 总体上会处在一个下行的空间 可能阶段性的会有一些回调 但是我觉得空间不会很大 趋势是已经确定了 对 趋势是很确定的 但是我补充一下 就是目前看到的这个生猪产能 其实它恢复只有疫情前的95% 就是已经恢复得比较好 但是还是不足的 所以它这个价格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波动 我觉得我们要注意到这一点 对 未来这个价格趋势 接下来我们接着聊 我们先来看看猪肉价格的回落 对于我们的养殖户来说 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来看记者采访 刘电文父子去年养了三百多头育肥猪 虽然饲料和玉米的价格都上涨了 但是今年他们仍准备扩大猪舍 再购买二百头育肥猪 咱们宝子第二也养 它得有涨价使用 咱们那时候隔人养物时间长了 说哪个季节比较猪行情好 哪个季节行情不好 咱们就躲开这个月吧 刘电文说 虽然猪肉价格走低 但他们投入了养殖成本 无法放弃饲养 而且在他们看来 利润还是存在的 同样准备扩大养殖规模的 还有养殖户王少云 他和公司合作养猪 公司提供猪仔 饲料和技术等 王少云负责代养 育肥后公司进行回购 行情低迷时采取保底价回购 之后利润四六分成 猪好呢 假如说挣个四百五百 猪好不好呢 挣个二百三百 就这么个情况 但是最起码咱们始终是 养殖户是挣钱 随着这些年养殖业的发展 吉林省的养殖户 多为规模养殖户 对稳定猪肉供需平衡 起到了一定作用 同时业内人士也建议 养殖户尽量养殖一些 绿色有机猪 有机猪肉的市场行情 相对稳定 养一些生态绿色的猪 比如黑猪这块 就比较有特色 它生长周期上 抗民能力强 就是抗风险能力也加强 这样它的生猪价格 包括猪肉价格 都比较稳定 记者的采访中 我们会发现 有的小型养殖户 是缩小了养殖规模 但是不少已经成规模的 养殖户 还在准备扩大规模 所以猪肉价格的 这样一个波动 到底对于养殖户来说 在这一轮 咱们来说说 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包括刚才出现的 不同的这样一个状况 原因又是什么 这个养殖户而言 其实我们过去 这一年多的时间 对养殖户而言 应该说是一个 这个盈利的一个黄金期 因为我们大概 框算了一下 去年全年 出兰一头商品株的 头军盈利水平 是达到了2000多块钱 那么这个往年的 正常年份 我们应该说 出兰一头商品株的 正常盈利水平 大概是200块钱左右 所以说去年实际上说 养一年 是挣了过去10年的钱 所以说 这个去年 确实大家都挣钱了 那么虽然说 最近这段时间 租价跌了 但是对于养殖户而言 如果它是自帆自育的 按照现在的价位 它依然是有 比较不错的盈利 只是说跟去年的一个 这个高盈利期相比较 是有所下降的 对 但是跟往年场景 已经非常好了 对 跟往年相比较 现在即使按照 最近这几天的 这个21 22的价位来看的话 养一头猪 也能挣上个五六百块钱 所以刚才我们说到 养殖户现在的选择 你觉得他们 该去扩大养殖规模吗 还是这个时候 该做一个 什么样的合理的规划 扩大养殖规模 我觉得这个 对于养殖场户而言 这个选择是对的 因为刚才 旺老师也提到了 我们现在这个产能恢复 形式是比较好 也超出预期了 但是总体上 我们依然还没有恢复到 往年的正常年份的水平 而且从生猪产能的恢复 到猪肉产量释放 它还有一个滞后期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 生猪养殖的盈利期 还会有一段时间 所以说现在这个阶段 大家有一些养殖 尤其是规模养殖场 来补兰 实际上也就预示着 它实际上还是看好 后世的这个行情的 所以这一段 实际上补兰的养殖场 也还是比较多的 但您提到了 这样一个滞后的概念 所以我们常说的 包括这个猪周期的概念 在现在这样一个 已经下降的通道下 大家还是会担心 如果出现新的猪周期来 这个价格的大幅波动 我们的养殖户 可能在中间又要 遭遇了风险 对 我觉得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 现在的这个养殖 不仅仅是说 到底是扩大规模 还是缩小规模的一个问题 而是说要科学化的问题 那么这个科学化 实际上我们看到 过去猪周期之所以 在中国产生 就是剧烈波动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小散户 特别的多 那么它对于信息的 这个滞后性特别强 刚才讲到了 猪周期是一个 就是养猪本身 就是一个周期很长的事情 等到你卖出去的时候 跟你养的时候 市场状况 可能完全不一样了 对 那因此科学化 我觉得一方面就是说 本身它的规模化 整体来说都扩大了 小散户变少了 第二个就是说 现在我们能看到 包括农村农业部 它有这个预警机制 然后整个农业部 商业 商务部 或者其他的一些这种 就是说各个机构 其实基本上每天都在发布 有关生猪 猪仔 还有猪肉的价格 所以你及时地 就能够知道说 这个波动的情况 是怎么样 也比较有助于 这些中型 尤其是大型的 这种规模化养猪 它就能够 就是对未来 做出一个预判 知道说 生猪现在是这种状况 如果我现在扩的话 半年之后是什么情况 是吧 一年之后是什么情况 因此我觉得呢 实际上 从这样来看的话 我觉得包括 环保之类的改革 以使得它系统化 科学化将来就能够 对我们过去一直 这个肉件伤农的 这样的一种 猪肉气震荡 其实能够带来 非常好的正面效应 也使得这个农民养猪 养殖户 能够有更好的收益 以及它的收益呢 就会更有保障 而不至于说 总是在后面的 这个信息之后的 比如说看到贵了 再扑进去 发现又卖不出去了 我觉得其实是 这样的一种状况 我们看到 农业农村部的 相关负责人 在接受媒体的 采访的时候表示说 今年以来 全国能返母猪 存栏量是继续增长的 猪肉的供应 最紧张的时期 已经过去了 我们来了解一下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 1月份和2月份 全国能返母猪 存栏量 环比分别增长 1.1%和1.0% 同比分别增长 35%和34.1% 2月末 全国能返母猪 存栏量相当于 2017年年末的 95.0% 全国生猪存栏量 保持在4亿头以上 农业农村部 畜牧兽医局局长 杨振海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综合考虑前期 生猪生产恢复 生生子猪数量等因素 预计 一季度 生猪出栏量 同比增长40%以上 二季度 还将继续较大幅度增长 为防止猪肉价格的下跌 导致养殖端的利益 大幅受损 目前 农业农村部相关部门 正密切监测生猪生产发展动态 初步考虑 建立生猪产能储备制度 以能反母猪存栏量 为核心调控目标 以产销大省 养殖大县 和大规模养殖企业为抓手 完善调控政策措施 协同有关部门 开展逆周期调控 早研判 早介入 早应对 虽然我们看到 猪肉价格已经进入到了 一个持续下跌的通道 但是今天全国的一个监测数据 大家会看到 很多城市 很多省市的这样一个猪价 是大部分都是一片红的 有人形容说 是不是有一个反扑行情要到来了 咱们来说说 这个价格到底发生了一个 什么样的变化 包括说会不会影响 接下来的一个趋势 这几天价格实际上 我们叫一个理性的回调 并不是说一个反扑的行情 又到来了 因为前一段时间 这个猪价的下跌 实际上对于很多养殖场户而言 情绪的印象比较大 因为大家其实 这个前一段时间 很多还期待着 后面猪价继续上涨 但是后来发现 这个尤其是 包括清明节前后 节日效应都没有拉动 猪价上涨 大家这个心理上就会 有些低落了 有些低落了 然后有一些可能 个别养殖场户 就出现崩溃的情绪了 然后大家就开始集中了出来 导致了这个 你集中出栏的话 情绪化的影响 就会导致这个猪价会超跌 所以我觉得这个超跌之后 有一个理性的反弹 都算是一个正常的 所以 跟五一的这个小长假要到来的 消费旺季是不是也有关系 跟这个 因为现在离这个五一 可能还有一段时间的距离 五一的效应 一般会在这个五一前的一周 或者是半个月 显现出来 我觉得跟这个关系不大 但是主要还是前一段时间 这个情绪的影响 导致的这个价格出现了一个超跌 确实跌得很快 还是产能的问题 实际上还是产能的问题 这个我觉得可能对于养殖场户而言 要客观的 要理性地看待这个市场 理性地看待这个深度产能的恢复 就是我们要清楚 现在产能到底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要清楚这个后市的这个价位 跟随着这个产能 后面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就对于农业农村部而言 实际上它也是希望这个稳定价格 然后也提到了 也要稳定产能 就是实际上稳价格的这个关键 就在于稳产能 你只要产能稳定了 这个诸位价格自然也就稳定了 即使出现波动 幅度也不会很大 这个很关键 所以我们说 现在的这个价格的一时的波动 其实你不要过于在意 对 我觉得这个价格的这个震荡影响 其实应该说它还是暂时的 那么包括我们前段时间也看到了 由于去年 因为整个的这个猪肉价格特别的高 那所以其实也影响了这个猪肉的需求 就是说大家这个吃肉的热情 也因此下降了 所以我们能够看到 之前这个猪肉价格下降 其实也有这个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养殖户 可能他就是说这个吸猪不卖 但是市场上的需求 实际上跟他想象的不太一样 包括你说的这个清明节等等 其实这个猪肉的需求并没有上去 这实际上就是需求也有一个滞后 所以它当时就不得不就是说 使得这个猪肉的价格整体下降了 那现在来看 一方面猪肉价格也下降比较平稳了 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大家就是说 随着这个就是整个对猪肉 看到这个价格的有变化 大家这个吃肉的热情也上去了 所以需求实际上也慢慢地在拉动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市场上的这个价格 实际上永远都是一个供需双方的博弈 这个博弈就是说有生有将 如果它是相对比较平的 都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 不要过分去炒作它 对于养殖户来说也是如此 就尤其是对于这种农产品周期这么长 养殖户更要保持一个比较客观理性的态度 要认识到说这个价格的震荡 对它的影响 其实是一个比较暂时的事情 再发生比如说像这种非洲猪瘟 这个新冠疫情这种事情的可能性 其实已经微乎其微了 所以在目前来看 应该说还是就是做好本职的这个事情 做好包括您说的这个预警的工作 然后科学化系统化的来进行这个养殖业 才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 而且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大的这个企业 前一段时间就是整个的股票 就是都非常的好 就是大家其实现在对农业的兴趣 和这个未来的这种浓厚度越来越高了 就我觉得这个行业其实未来可期 而且就是说过去它比较传统 那未来就是说加入了一些技术 加入一些系统化以后 而它可能还能吸引很多年轻人 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去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 吃猪也会吃得更开心 养猪也会养得更开心 好 谢谢 谢谢万哲和王祖力 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析 广告之后来听主播收听 欢迎回来 我是张琳 在经历了让很多人印象深刻的 持续大涨之后 猪肉价格从去年开始 悄然进入了一个下降的通道 那眼下是已经创出了 20个月以来的新低 我们从工序来看 非洲猪瘟 叠加新冠疫情等因素 所造成的猪肉供应最紧张的时期 应该说也已经成为过去式了 但是肉价的大涨大跌中 如何避免养殖户这一端的利益 大幅受损 也成为了眼下我们和政策 关注的重点 好了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 请大家继续关注财经频道 其他精彩节目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